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财经 在这里我们关注和中国经济有关的各类消息和资讯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话题 中国监管机构试图对蚂蚁集团和不断膨胀的网络借贷行业进行管控 目标指向了年轻人过度举债的生活方式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前 熟悉科技产品且花钱大手大脚的新一代中国人推动消费不断增长 成为中国经济日益重要的驱动力 许多人利用短期贷款来支付高档化妆品 电子产品和在昂贵餐馆就餐的费用 他们很容易获得信贷 这要归功于蚂蚁集团和其他中国金融科技公司 他们向数以百万计未持有银行信用卡的人提供无抵押贷款 根据惠育国际评级估计2019年 网络贷款占中国短期消费贷款的一半之多 现在新的金融监管规定正迫使贷款机构重新评估自身的业务策略 并引发对中国年轻群体的美国式借贷和消费习惯的反思 从2022年开始 蚂蚁集团及其同类公司将不得不为他们与银行共同发放的贷款 提供至少30%的资金 这一规定旨在让网贷机构承担更多风险 最近的几周 中国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波被称为上岸的草根运动 上岸指的是还清债务 这股风潮已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人们在网上分享他们在过度消费和借贷方面的经历以及悔恨 2020年11月 就在蚂蚁集团备受关注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被叫停的前一天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某部门的官员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表示 虽然消费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但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需要负责人的行事 保护消费者权益 中国官员郭武平表示 金融科技公司对借款人过度受薪 使得一些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身陷债务陷阱 代表是蚂蚁集团的虚拟信用卡服务花呗与银行信用卡业务基本相同 分期手续费高于银行 蚂蚁集团对此不予置评 马云控制的蚂蚁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线上短期消费信贷提供商 是热门支付应用支付宝的所有者 截至去年6月 蚂蚁集团发放的未偿还消费贷款相当于2670亿美元 占中国家庭短期债务总额的近五分之一 仅在截至去年6月的12个月 就有约5亿中国公民使用蚂蚁集团的个人信贷服务花呗和借呗 其中大部分资金是由蚂蚁集团合作的大约100家银行和其他商业贷款机构提供 我们来到下台消息 中国今年头两个月的钢铝产量升至创纪录的水平 分析认为这彰显出中国政府在建筑方面的支出对于推动经济从疫情中反弹的重要性 根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一发布的数据显示 随着新产能投产以及野链厂追逐更高的价格 今年一至二月的铝产量同比增长8.4% 达到645万吨 创出历年同期最高水平 日均产量亦创下记录 今年一月至二月的钢材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不过日均产量略有回落 一至二月工业增加值同比月增至35% 煤炭天然气电力产出 原油加工和表观石油需求也实现两位数增长 中国会将一年头两个月的数据合并发布 以消除农历新年造成的时针 彭博社评论说 今天发布的经济数据大多强于预期 但固定资产投资是个例外 这是个值得关注的数字 因为北京已经表示可能会缩减 推动金属产量创纪录的刺激措施 并实施可能会遏制产出的碳排放标准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作为全球第一个击退新冠疫情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眼下正率先行动 着手解除疫情催生的经济刺激措施 与仍在向经济注入大量流动性和支出的欧美各国不同 中国已经开始控制一些领域的信贷 这转变意味着中国率先遭遇了其他经济体 将在未来几年才会遇到的挑战 就是如何在既不会扼杀经济增长 又不会造成更大范围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 撤销刺激措施 中国决策者已对防地产的市场过热表示关切 希望能防止市场进一步的失衡 他们还急于重启一项持续多年的行动 就是控制在上一次全球衰退期间开始积累的债务 如果处理不当 中国收紧政策之举恐将损及经济复苏 进而抑制全球经济 此外考虑到全球投资者已是金工之鸟 如果中国的计划导致债务违约增长或中国股市更大幅回调 此举也可能造成更广泛的问题 经济学家表示 基于这些原因 中国可能会缓慢采取行动 逐步收紧某些经济领域的信贷 同时避免采取加息等较重的手段 中国将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设定为6%以上 经济学家表示 介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 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增速 同时也可能暗示中国政府希望留有余地 以便在未来数月缩减刺激力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MF估计 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8%左右 中国今年将衡量政府支出与收入之差的财政赤字率目标 从2020年的3.6%下调至3.2%左右 赤字率的下降意味着财政政策的约束性将加大 中国还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额度 从去年的5760亿美元降至约5600亿美元 此类债券是一种预算外的融资 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等地方性投资 2020年发售约1540亿美元特别国债之后 中国政府今年没有宣布进一步发行此类债券 不同的做法反映出 中国政府将疫情视为暂时的干扰 而西方的决策者却仍在试图恢复经济 防止经济因疫情的影响而受到长期损害 中国政府去年采取的紧急措施包括 通过减税来帮助小企业 并下令银行发放更多贷款 不过中国刺激措施的财政支出金额与GDP的比值 仍远低于美国和其他许多发达经济体 根据IMF计算到2020年底中国的疫情纾困举措的财政支出总额大约相当于GDP的6% 而美国则为19% 分析师称现在中国领导人更担心债务控制和其他长期经济问题 根据官方数据去年中国的整体杠杆率 即衡量债务总额与GDP的比率上升了24%达到270% 是2009年以来最快的上升速度 很多经济学家预计中国央行将会控制新增信贷的速度 而不是上调基准利率 因为升息有可能吸引投机性的资金流入 进而助长危险的资产泡沫 中国央行以承诺将保持审慎和灵活的货币政策 同时避免大水漫灌时的刺激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在北京时间的3月15日晚上 央视的315曝光了全国20多家商户安装摄像头识别人脸 存在收集人脸数据的情况 尤其是科勒卫浴这个品牌被点名 根据晚会的报道 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旗下的卫浴门店 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抓取包括性别年龄在内的个人信息 该摄像头系统生产商万店长介绍 能通过人脸识别信息解决精准营销 抓取的人脸数据信息累计上亿 而另一系统生产商 有洛克科技也同样有此技术 均可以在顾客不知情没有感知的情况下抓取信息 还可以手动添加各种标签例如职业打假人 记者 此外无锡一家宝马4S店 MaxMara旗下一家店铺均存在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 收集人脸信息等问题 根据公开资料介绍 有洛克推出人脸识别人型检测 老鼠检测 行为分析 物体检测等多项人工智能先进技术 并成功运用到各行各业不同场景 为智慧零售连锁企业及智慧城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供 运营管理服务 助力及降本增效 苏州万店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2014年成立 公司的技术团队打造了一套针对连锁企业运营管理的高效运营系统 并陆续为1000多家知名品牌 30多万家门店持续提供服务 此外在315晚会上被曝光的求职简历网站 前程无忧盘前一度跌超过6% 前程无忧等求职简历网站 涉及网上的黑市贩卖简历 据悉只要交钱注册成为企业会员 就可以自由下载求职者的简历 企业账户在各个端口下载求助者简历 也不会有提示 公开资料显示前程无忧成立于1999年 2004年9月成为第一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 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去年11月前程无忧就被爆出泄露用户信息 据报道10万份个人简历 只要花40元就可以买到 而简历上还附有前程无忧 五一job等公司的logo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香港证监会在本周一向15家券商 发出限制通知书 禁止他们处理或处置32个交易账户内的某些资产 证监会网站刊登的新闻稿称 这些资产于一宗怀疑社交媒体畅高散祸骗局有关 当中涉及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11月期间 就一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公司的股份 进行的市场操作活动 这15家券商包括秦峰证券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国际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通海证券有限公司 英皇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所谓的畅高散货及骗途 利用不同的方法将某上市公司的股价认为推高 然后通过不同社交媒体平台 又使投资者以高价买入骗途抛售的股票 今年2月9日 香港证监会向明慧证券及富途证券国际香港 发出限制通知书 冻结与怀疑畅高散货骗局有关的账户 社交媒体畅高散货的骗局 属于操纵股票市场的说法之一 香港证监会在去年9月的执法通讯中提到 有越来越多的散货陷入社交媒体平台上的 畅高散货骗局 在香港证监会正调查的操纵市场个案中 这些骗局跃占20% 这些骗局通常分为三个阶段 辖仓并推高股价出货及抛售 根据香港证监会的调查结果 骗子进行畅高散货使用的投资工具 一般都是股价偏低 且成交极为疏落的小型上市公司 这些公司的股票较容易被辖仓 且操纵其股价所需的资金相对较少 因而受到骗子的觊觎 好了 以上就是中国财经 今天所有的内容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收看 请点赞并订阅中国财经频道 感谢观看